周震南 周震南 你累嗎 我好像知道這是誰問的 落了 不是嗎 等一下 磊哥 磊哥也不是 等一下 這個有點熟 自己非常熟悉 累嗎 累吧 不累肯定是假話 我說累還是累 但是也開心吧 對 也完成了很多 不管是 承南之前想去做的 還有說這個過程之中 這也有些新的願望 也好 我覺得都其實有收穫很多吧 但是這個針對累不累 那肯定也是累的 OK 第二個 請做出某一個成員的拍照姿勢 代表姿勢 代表姿勢 這都得有吧 OK 這個封 一周年了 這一年最快樂的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這一年對我來說 最快樂的事情還是什麼 還是我現在在做這些事情吧 跟成員們 就成團啊 出道啊 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 我會覺得都是 對我來說都是很快樂的事情 然後 然後 哇 快樂的事情好多啊 我居然 還挺快樂的 對 我覺得 最快樂的時候 我可以不說事情嗎 就說 說比方說什麼時候吧 OK 那我覺得最快樂的時候 對我來說是 跟他 待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 比方說一起寫歌的時候 然後還有一起 就是 除開工作 然後我們一起撕一下劇的時候 這是我最快樂的時候 是的 就是這樣 這一年最快樂的事情是什麼 我想想啊 快樂的事情是什麼 我剛剛猜的人 這裡面有嗎 最快樂的事情是什麼 最快樂的事情是什麼 姚春嗎 姚春是另外一封吧 我覺得 我知道 我應該 覺得姚春應該是 這兩封的其中一封 對吧 我覺得都挺像的 就姚春如果說是累嗎 我覺得 我累不累他 他很清楚 對 我覺得不像是這封 我覺得像中間那封 是這封嗎 哦 是這封 那那也行 看什麼邏輯來理解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 拍照這個事情 有點像 拍照這個事情像小宅 佳哥 好棒 要是過於無聊了吧 這個一周年的最快樂的事情是 嗯 旗艦 剛剛猜的都不對 那光光 是嗎 讓呢 嗯 嗯 你這是 周震的 不是嗎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别的 就是这三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吧 是吧 就是都不是一个人写的 这字不都一样的吗 姐 回北京你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隔离 隔离14天 回北京 选择一个动漫人物 表达你自己的性格 和鲁鲁 和鲁鲁本落 好吧 yes 哦这个要猜是谁啊 哇这个太难了吧 这样让他们猜 就直接打开就好了 猜猜会是谁 又不会留下什么特征怎么猜是谁 做的还挺好的 一周年了 这一年最快乐的事情是 最快乐的事情啊 最快乐的事情演唱会的时候 最快乐的事情 跟他一起演唱会 谁写的这我真 真猜不出来 这个最快乐的事情 最快乐的事情 谁都可能提出这个问题 说实话 只平道姓图言许他家家不能唱歌和只能吃辣选择一个 这太真对了 这是张言齐张言齐的 猜啊盲猜啊 唉 只能吃辣 都蛮地律的 吃辣吧吃辣可以练 我可以吃微辣了 是不是 可以练 唱歌这个东西 唱歌还是要唱 好康康 在你眼里 就一定是斩小文问的 所以说我觉得 Ryze最帅的就是除了张笑文的所有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Ryze夏之光 那今天呢 我来拆这个漂流瓶 第一 一年过去你觉得自己有长大吗 这个盲猜哥何落了啊 是不是 这落了天天会考虑自己有没有长大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 肯定是有长大的吧 我觉得 对啊 自己年龄怎么长大 对啊 然后 呃 细胞也在更迭 然后 中间会老去 所以一年过去肯定会长大嘛 对 长大了 长大了 第二个 Double Q 这场啊 这场啊 2Ryze成员 周震南 何乐乐 燕许家 夏之光 姚春章 一起留野人好 赵磊招 让每人夸一句 宅消文 就你会出这种题目 太好了 真的 嗯 那就夸一句 除了Ryze 其他十个人 你最帅 我们在的话 那就不是你了 好 第三个 Trible Q 回北京你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这是谁啊 这是 张一琪 姚春 谁写这种问题啊 赵磊 刘野 刘野 人好 人好 就我都猜到是你 我就知道是你 对 就 生活问的都是好问题 对 成年人问的问题 对 何北京是什么 我应该 立马回家吧 对 先 看看我的咋 对 好 大家好 我是Ryze 姚春 然后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团员 其他团员们 给我提的问 或者是给其他人提的问 看一下里面都是些什么 先看中间这个 那待会儿我来收 我来收 天 嗯 嗯 请做出某一个成员的拍照代表姿势 嗯 某一个 嗯 可以去看一下 肯定会有人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 回北京 你第一件事情是去干什么 我应该会去接哈库纳吧 他已经 在幼儿园待了快一个多月了 粮食也 也也已经没了 我得先去接他 第三个第三个 一周年快乐 League Flag 一年后 看是否能够实现 那我就想 呃 一年之后啊 一年之后 我一个 一年之后 一个自己的吧 就是希望一年之后 自己肩宽能够达到五十左右 对 猜谁 我猜 请做出某一个成员的 拍照代表姿势 我猜是野哥吧 不是吗 好吧 回北京 你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我猜是 郝总 因为郝总 昨天他讲过了 一周年快乐 League Flag 一年后看是否实现 这个呢 我觉得 我猜完了 我猜完了 都没有啊 我猜完了12个都没猜到 好吧 好吧 然后今天就到这儿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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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完了 借心 小朋友 我猜完了 Rice Rice最帅的人是谁? 是我本人 Rice 一周年快乐 Rice 一年后看是否实现 减肥减个十五斤吧 最伤心的时候会听什么歌 干大人谁都别令你死 伤心的时候听什么歌 我感觉是姚老师 不是姚老师 野哥 赵尔 叶玉佳 很好 那不可能是赵尼琪吧 赵尼琪我真的看错了 这是什么问题 这个我觉得像烟皮一样 姚辰 野哥 啊 这种问题谁会问啊 叶玉佳 不能是何路了吧 赵 赵尼琪 特别我看错了 这 除了赛尔光还有谁会问 不是赛尔光 我太不了解我的队友们了吧 妈呀我的队友们我太不了解了吧 也 和鲁鲁 和鲁鲁 赵尔光 这不可能是人好吧 也不可能是 酱酱 酱酱 啥也不能是问题 你一直问你的问题 那就是直接开始抽哦 看看第一个问题 张延琪你开心吗 这个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还是指明道姓 我很开心 首先可以排除不是我自己问的 然后我觉得周震南应该也不会问这么 这么这么这么没有头尾的问题 洛洛的话 有可能 有可能是洛洛问的 家家 光光 都不太可能 苗春也不太可能 小宅 我觉得这种问题非常像洛洛和小宅也会问的 然后野哥 嗯不可能 野哥不可能 赵尚也不可能 人好根本不会问这种问题了 所以我猜测有可能是洛洛 小宅 或者赵磊问 这三个人 他不会问这种问题 下一题 成团333天我们在做什么 这是谁问的 这个 这个问 绝对是小宅问的 不然还有谁会问出这种问题 成团333天 哎 333天的话 那不就是最近吗 马上365天了 我猜我们在录节目吧 333天 我猜就在录节目 说不定就是这几天 一周年快乐 这个播的时候已经一周年了是吗 一周年快乐 一个flag 一年后看看是否能实现 一年后我要涨到一百 一百 一百四十斤 一年后我要涨到一百四十斤 flag 你好了 一个flag这个问题这么无聊 这么无聊的问题的话 唯一猜就是姚成 对姚成最喜欢给自己计划了 肯定是姚成结果 好了 我的回答结束 第一个 第一个 你是谁 猜猜我是谁 哈哈哈哈 听我提 我是谁 我是刘野 我猜啊 猜猜我是谁 我猜我猜就是赵让 谁 谁 这是谁 赵让 赵让啊 赵一个是 最伤心的时候会听什么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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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心的时候一般 反正 反正一般 难 难过的情绪一般 统一大悲伤处理吧 就是比较难 难过悲伤的时候 很少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 特别伤心 都是一瞬间就结束了 一瞬间一下就没了 好 没猜这是谁了 这个应该是 最伤心的时候会听什么歌 这个应该是 这个像是 最伤心的时候 真说小宅吗 不对 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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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艺人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目前想不到,普通人吧,过那种比较普通美好的美国生活。 这个应该是,除了艺人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水灰灰灰只有问题,除了艺人这样,标签,哇,这个猜不到。 喵,我 pulses, 鸟鸟,哈,这条猜不到,这谁啊,这是刚刚,啊,好吧,不像她,风德呀, 你猜我会选你 感觉选那种不要喝解药 我随便抽一个烟 不洗脸和不刷牙 必须选一个坚持上的一个 选哪个 哪个都不选 必须选一个 必须选一个的话 可能就 你只能选不刷牙 然后你就不说话 必须选一个的话 你就只能选这个 谁问的这个问题 这太没有这个 太没有营养了吧这个问题 对吧 好 第二个 成团333天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辛苦的工作 成团333天的时候 呃 我们好像在当时在录那个 录一个那个小游戏 对 选择一个动漫人物 选择一个动漫人物代表你自己的性格 代表我自己的性格的话 那我选择 我选择一个 我选择一个动漫人物代表你自己的性格 我选择一个动漫人物代表你自己的性格 就是活动人物代表你自己的性格 就是我从小看动漫人物代表你自己的性格 然后那会我也是 相对于是比较喜欢一个人 对 这个问题吧 可能有点像是 比如说 比如说 招让啊 啊不是招让不是 招让不是问题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像是何洛洛啊 何洛洛啊 还有谁呢 对我觉得像洛洛问的问题 也不是啊 我猜三个啊 我猜三个 这个问题应该是洛洛 要么就是小宅 要么就是 赵磊 他们三个 我感觉他们三个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不 应该是小宅 刘野 和叶宇佳 加加 他们三个 可能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这个不洗脸不刷牙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 有可能是 刘野啊 夏之光啊 他不是一个哈哈哈哈哈哈 这五个哈代表了他的性格 然后这个问题成团333天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 这个问题呢比较像谁问的呢 稍微静静静静静静一点 比如说张燕祺啊 姚琛啊 或者是 张燕祺 姚琛 赵磊 他们三个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 就成团333天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 姚琛 张燕祺 赵磊 赵磊 好我来抽问题是吧 点冰点架吃麻辣酱油 要结了 还是这个 来啦啊 最伤心的时候听什么歌 想想想看 最伤心的时候听草都没有派对 这个问题是在一起问的吧 我猜太准了 这个问题啊 除了艺人最想做什么职业 除了艺人最想做什么职业 想做一个旅行博主吧 然后这个应该是周志南问的 不是吧 想想看 和陆勒问的 像是夏之光问的 夏之光问的 我喜欢这个问题 在吗 再抓给他 回北京你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回北京 其实我在我在北京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就找几个熟悉的朋友吃吃饭吧 因为也很久没有见了 好 这个问题谁问的呢 这个问题应该是 我想想看 姚琛 我猜测 人好啊 我刚其实有想到 在豪哥 豪哥你会去干什么呢 请我吃饭 看一看 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 选择一个动漫人物代表你的性格 不用想 我现在还没冒冒 第二个 哈哈 这是谁的问题 不洗脸和不刷 不洗脸和不刷牙 选一个 必须坚持三个月 选那个 哈哈 哇塞 哇塞 我选 这个人选不出来呢 我就选 选不洗脸吧 谁的问题是 我的天啊 回北京第一件事 是干什么 回北京第一件事 回北京第一件事 应该是 先把我的兔子 进去 回来 对 这是最重要 感觉 回北京第一件事 是干什么 应该是 好个问的吧 我感觉不洗脸 不刷牙 选一个 这个应该是 要不是 是光光 要不是 是脸脸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这种感觉 然后选择一个动漫人物 代表 代表你的性格 这个就 哇塞 这个就是 延期吧 延期提出来的问题 应该是